讲的话去的音 哈喽 大家好 大哥 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要进攻北流了 心情怎么样 高雄的高流 台北的北流 期待下一次 TICC台北 心情怎么样 兴奋 很期待 昨天晚上都不敢 不是不敢 就一直睡不着 然后到了四五点才睡着 然后也很早就起来 然后我很期待跟大家见面 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 很开心 很感恩 谢谢 歌单部分其实都已经有一个预想好了吗 有 事实上 多年来其实在海外都有各唱 然后这些各唱的歌曲 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然后可能会针对 北中南不同的地区 然后去唱一些 大家可能会喜欢的 会有各国的语言 会唱米南语 唱广东话 会唱日文 会唱英文等等 所以歌单 其实我自己的歌一排下来 大概就已经十几首了 也不止 就可能要取舍一下这样子 然后希望两个小时的节目 能够很丰富 然后让大家真的是 听到这么多年来 很遗憾没有在台湾做大型的演唱会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 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如愿了 对 跟歌迷好久不见了 真的是好久不见 其实我有一个歌迷会会长 一直联系不上 他姓许 台南人 我希望借今天的这样子媒体 能够呼吁他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一直想尽办法 要跟他联系上 然后因为当年他 真的是无私的 给我很多的帮助 帮我录了很多的电视节目 存档 简报等等 所以我是想说 如果他在的话 这是一个好像别典里一样 有一个成绩单 然后能够有 这个当时那么用心的 这个许丽湘 希望他能够听到 能够来看我的演唱会 刚刚那个肖老师 他也有来现场 然后有讲到说 那时候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是这样 你说肖老师 肖黄晴 对 怎么了 就是跟他相处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 其实他私底下蛮幽默的 然后 他比较 因为他对我来说 就是 我觉得我们是同辈 但是 但是他总是觉得 把我当长辈一样去 去 比较 比较 觉得我很严肃 事实上不是的 真的 所以常常会跟他开玩笑 然后 因为是这样子的话 然后他写了 好好的活热的时候 其实我更喜欢的是 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是 以 以我的 这个 初发写的 那个版本我就觉得 很年轻 很 很符合我 现在的心态 我很年轻 所以 他写后来的第三 人称的时候 我觉得 就 把我 就是 硬把我拉成 长辈一样的 歌词 然后 我来 劝大家 劝大家 其实有些事情 我们 我是过来人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活着 事实上我觉得 其实 我们都是年轻人 我们的心态 年轻 永远年轻 对 有没有看到他可能有时候 会PO一些文章 然后也是 蛮幽默的 有 真的 我觉得私一下 他就很幽默 对 而且 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 真的很棒 在他的演唱会上 很安静地 听他唱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太棒了 我很多想唱歌的心情 然后 这次我也是 朝着这样的目标 就是好好的 唱着 好好的把歌唱好 那有机会可能跟他合作 演唱会吗 有 我们有提过 以前是 他是 我的特别来宾 我们想说 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们是可以 合唱一首歌 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 对 那这次演唱会上面是比较多改编吗 还是会想要勾起大家回忆下的那种 我觉得 有些歌是必须要保留原味道 只是因为过去的乐器 各方面会有年代感 所以必须要用现在的那种 feel去重编 不是重编 就是去完善它 这样子 那你觉得这一次会比较困难的部分是哪里 困难的部分 对 就是我的心里的见识 我必须要告诉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在台湾的舞台上 我好像是有一点尽相情缺 感觉 不够 不够 放得开 不像在我在海外 其他地方 演出的时候会比较豁出去 我希望这次我能够把 这个部分克服一下 然后尽量的放松 尽量的享受这个舞台 那我们最后问一下 因为歌真的保养得太好了 怎么在透露指导好不好 大家怎么跟你一样 没有啦 我其实我不是谦虚 其实我是觉得 平常我觉得每天 就是过去我的 我的这个健身老师 跟我说过 当时我非常的激进 就是每天一定要这样子 那样子 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也不是因为开演唱会 我才去健身 也不会的 我觉得就是 就是说我们每一天 每一当下 就是好好的做好当下 每一次能够完成 每一次的工作 或者每一次你今天完成的 就好了 活在当下 就是一天一小步 我觉得累积起来就是 很好 就是很好 谢谢 我每一次吃辣 对 我觉得辣 我喜欢吃辣 可能辣 对我来讲 因为我有时候 在新加坡 我常在新加坡 出来跑步 新加坡非常的热 然后就是每一天要流很多汗 然后吃很辣的东西 所以流很多汗 然后我吃海鲜 这样子 海鲜是鱼肉啊等等 这样子 所以可能这也是一个 皮肤好的原因吧 对对对 受用了 受用了 我真的没有打针 或者是没有 没有什么化妆品啊 做脸啊 敷脸啊什么的 我几乎都没有 不是几乎 完全没有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 怕麻烦的 我尽量就是 生活的简单 好 谢谢 谢谢大哥